一般政治人物如果輸了之後 像是朱立倫二零一六輸了 那其實很快 他連二零二零的門票都拿不到 因為國民黨支持者 或民進黨支持者 反正你派出來的人選 選輸了之後覺得說 我們是不是應該派一個更強的人出來 一般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說其實輸了這件事情的話 是氣勢上是大受打擊 可是對韓國瑜來講完全不一樣 因為韓國瑜有個很獨特的論述 叫做票 罷韓國家隊 他其實都同一點 就是說我很強 但是只是因為民進黨用各種奧波 然後所以才把我給做掉的 那如果說對於一些死忠的韓粉來講 或是國民黨支持者來講 還相信這一套的話 韓國瑜就繼續有生存的空間 因為對他們來講 就是不是韓國瑜弱 是因為民進黨作弊 他們真的是這樣相信 雖然這件事情完全沒有根據 都是謠言 而且如果你在散播這個謠言的話 你是會有法律責任的 那但是至少對於一些 韓粉來講 他完全相信這件事情 所以他對韓國瑜的支持度 還是在的 那第二點是說韓國瑜 因為他已經避開他最弱的部分 他最弱的部分就是施政 這個是弱到不行 他最強的部分就是選舉造勢 那他現在沒有執政的包袱 他就被罷免掉 他已經不是市長 那變成是說他每天可以睡得很飽 起來去造勢場合 或是看看哪裡可以見縫插針 然後全台灣哪裡 他覺得說這個地方可以炒作 像當初那個高雄淹水的事情 就變成他作秀的一個舞臺 像是黃振中這個例子 因為黃振中 他就說他不是韓粉 他還嗆韓國瑜說 沒有勇氣 這個在以前打仗是要槍斃的 很明顯是說會這樣嗆韓國瑜的 就不是韓粉 那黃振中的背景到底是什麼呢 他就是一個太陽能產業工會的 這個理事長 有意思來囉 這個太陽能產業工會 從2015年開始就跟中國的山東省台辦 有密切的兩岸之間 海峽之間的交流 一直到2017年都有 其實回溯回去 在20212010年的時候 山東省台辦就跟新黨的玉木明 他們就去在討論這個太陽能這個議題 也就以產業為外殼 其實背裡面 他其實是一個統戰的一個背景 就是表面上我就拉攏這些產業來 因為太陽能產業是一個很需要政府扶持 它是一個比較長遠發展的產業 那所以對中國來講 他的政府資源非常多 我就用這個鼓勵你來 鼓勵來過程當中 我順便接觸到你這些台商這些人士 看有沒有機會讓你在台灣 從事一些政治活動來對中國的統戰有利 所以你會發現說黃正宗 從2017年開始以後 就開始參加一些反年改 還有反反滲透 還有包含去那個反對蔡英文 支持韓國瑜等等 非常親中的一些立場出現 那為什麼說這點有意思呢 因為如果你從太陽能跟山東省來看的話 就表示他背後的金主 或背後的來源是來自於山東 那韓國瑜他是國臺辦 是中央辦 是人民日報跟黃金網 目前還沒有放棄韓國瑜 所以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昨天在凱刀這一場 好像嬉嬉落落 然後那個背景弄得像盜版迪士尼一樣 那剪得有點奇怪 那就因為他可能是說 對於中國來講 他這個統戰預算是各部門之間 自己做自己的 我要消耗我的預算 就山東做山東的 中央做中央的 福建做福建的 那山東都覺得說 黃正宗這個好像是議題 可以吵一下 就讓他去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說對於他 所以才發現說 他跟韓國瑜之間的距離會拉開 他們是各做各的 各自扮演的不同地方 但是背後都是中國的 這樣的一個代理人的 這樣的一個身份 特別是對韓國瑜來講 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搶下明年五月二十號的黨主席 他一旦搶下這個黨主席之後 哇 四年任期呢 四年任期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甚至縣市長 他自己都不用下去選 他就是去助選就好 或者是例如說要派李嘉芬 或是韓家軍去選桃園 去選台北 他自己不要選 為什麼他自己不選 他如果不小心選上 又鬧跑怎麼辦 這很尷尬 所以他自己不會選 我自己認為他不會選縣市長 那好 那假設 如果再將近往下看 那到二零二四年的總統的時候 你想想看 當初是吳敦義當黨主席的時候 都可以用各種規則 修改一起來 去讓韓國瑜有機會上來 如果韓國瑜自己本人就是黨主席 求援兼裁判 對 那當然他更能夠設計到規則 把其他國民黨的都擋住 然後自己再選一次總統大選 對 他會再選總統大選 當然國民黨很擔心這個事情 保重 因為知道說 韓國瑜沒辦法吸到中間選民的票 所以說國民黨很擔心 但是又不敢把這話講得太白 不然就會被韓粉圍攻 這就是國民黨目前所遇到的一個處境